这不是读书没有用 而是你没享受到读书带来的好处 一张高考准考证就能让你享受到景区免费 吃饭打折的福利待遇 就比如6月9号到6月19号 云南盲市里的各个景区将会对高考生免门票开放 洛阳老军山也会在6月9号到6月30号这段期间对高考生免费开放 贵州总计有313个旅游景区对全国所有学生免门票 可以说国内的大部分景区都会对高考生有相对应的优惠福利 这也就意味着准考证就是一张免费或者半价的门票 考生只需要拿着身份证和高考证就能享受优惠进去参观游玩 除了旅游景区有优惠以外 有的慢展甚至还会针对中高考生给出免票活动 这对于二次元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准考证还能让你在吃饭的时候享受折扣 海底捞可以打88折 茶颜月色指定系列有优惠 在云南地区买霸王茶昆还可以拿好运学生卡一张 可以说这段时间大部分的餐厅都会对高考生有折扣优惠 所以各位考生在吃饭之前都可以先询问餐厅是否有优惠 但要说优惠力度最大的还得是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 这一下子就能给各位考生省下好几百 然而高考结束之后除了准考证不能扔以外 这三样东西也千万不要扔 高考写字的黑笔不要扔 因为它能够用到你大学毕业 你手上的旧手机也不要扔 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可以拿来刷课 最后记在脑子里的英语知识也不要扔 因为你还要靠它来考英语四级 最后祝愿各位考生金榜提名 前程四级